投资黄金的方式很多 可能有些是个人的偏好 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就是你在投黄金的时候 不要一次性投 因为一次性投的话 这个风险很大 如果缺乏专业的指导的话 那这样的话 这种投资的方式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为 堵这样一个概念 第二个方式 我觉得大家可以定投的方式 定投的方式就是 按照固定的资金 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买入方式 就固定去投 投的方式投进去以后 它就是持有 当你想把固定投资的 这样一个收益 想落贷为安的时候 那就确定一个收益值 到那个收益值的时候 我就把它买到 第三个就是分阶段投 我就进阶式的投 那进阶式的投 我想它一定要有 专业的人去进行指导 什么时候投 投多少 这个比例是多少 价格是多少 选择什么样的机会点 去进场 我讲的这个分阶段投 这个我觉得是一定要在 专业的人的指导下面 去进行的 那再一个呢 就是投多少钱 投多少钱合适 我想呢 根据你这个收益来投 收益来投是 收益的这个过程中间 要留住了现金 留以后的富裕的资金 去进行投资 那么我总的概念是 你的收益越大 你的投比了就越小 你的收益越小 你的投比了就越大 那用这种方式去投呢 我觉得从未来这个过程中间 你一定会有 不菲的收获